我猜… 除了我們今天的第一集大優待 這五個之外 這是優待嗎 選回你當媽是不是 小鐘… 你單身多久 我單身快兩年的時間了 這麼長 我今天真的希望你們 找的女孩子不要太差的 你也知道我們的眼光 而且我們今天這些貨色 真的也不是那麼差 對 這些帥哥 你們不要找那些有的沒有的他 我們是真的要來挑老婆的 好 加油 李安佐 哈囉 李安德爾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你是不是快要講This is a book 所以你有沒有交過女朋友 一定有 怎麼可能 有關事都不這樣講 怎麼可能 以前沒交過女朋友 以前…以前交過 有… 而且現在沒有 對嘛 難怪我怎麼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再來黃靖倫先生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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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款的 很可愛 今天 是… 她是真正沒有交過女朋友 真的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看哪裡看得出來 可是感覺她是會那種 為女生做牛做馬型的耶 對啊 的確如果有女朋友的話 我原理為她做任何事情 來 沈志明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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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歲 我25歲 25歲 有交過女朋友嗎 一定有 有啦 她坐在那裡 看起來很討厭你知道嗎 我想問一下 太過分了 你身高多少 186 會不會自卑 那麼高會不會自卑 不會 而且你會自卑吧 憲哥 五位當中有跟藝人交往過的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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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誰… Elma 你跟Elma交往過 不要這樣好不好 要尊重我們女孩子的感覺 原來她就是豬大哥 怎麼唱 我的衝什麼 什麼東西 原來你是我的豬大哥 好可憐喔 那麼這五位 我們現在已經把他們介紹完畢了 是 如果以這個瑤瑤來講 妳會想挑哪一位 黃靖倫 為什麼 因為她真的很可愛 而且她的自我介紹 深深的吸引了我 什麼 讓你印象這麼深刻 對 就是她要自己來 她說一分鐘對不對 自己來一分鐘 對 她要來一下 對 那有一些動作 對 好 來… 這個就真的假的 妳褲子穿好緊喔 但妳們主角都還沒出來 開始 大家都喜歡 鬧我 弄我 因為他們都以為我 其實我對待每個人都是 心平氣和的 不要看我瘦瘦落落 風一吹 就打拚了 其實我會很多運動 譬如籃球 有足球 乒乓球 B球 還有撞球 所以妳喜歡這場 對 還要不要玩 不…可以了… 等一下 不要表演一下 真的 靖倫 我覺得她很可愛 要不然 要不然 女生也不會像這種的嗎 我跟妳講 每一個都優 每一個都很優 好不好 妳也先回寶座球的問題 想發問她們與誰嗎 我想問一下婷婷 覺得客家人的刻板印象 會不會不好 妳現在是又心虛了 好像有點小氣 會不會小氣 但是我不會小氣 真的 我是很大方的一個客家人 多大方 妳想要什麼 妳講 妳想要什麼 我大概了解她的金錢關聯 從這小地方 她可能跟你開玩笑 選別人的吧 選別人的 不是啊 真的 有什麼問題想問誰 我問Kendy好了 Kendy 就是我想知道 如果你男朋友 很沒有時間陪妳 妳會不會 妳會怎樣 要跟姐妹出去逛街 會不會就是久而久之 就覺得沒有那個歸屬感 就要跟她分手 如果她打電話給我的話就不會 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婷婷 妳在家裡也是穿這樣子嗎 妳不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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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想理妳 婷婷不是妳專屬的 真的喔 沒有人問她問題啊 妳在家裡也是穿這個樣子嗎 是 有可能 需要的話 她也會回答 女神發問 從此想問當中女神 好耶… 黃靖倫 什麼問題 現在妳工作很忙 妳會怎樣彌補妳的女朋友 可能如果在我有時間的時候 安排一個驚喜 什麼樣的驚喜 就是一想說 譬如說可能啊 驚喜 大家來我家看到 就是用蠟燭擺成一個星星的那樣 妳會幫女朋友買衛生棉嗎 戴口罩的話我應該是可以 不然現在問她買什麼那個尺寸 就買衛生棉來當口罩來 然後如果戴著口罩的話去買 比較方便 要不然等一下各大媒體 你男生你用衛生棉 沒有啦 好 小優有什麼問題想發問 我想問沈志明 小鐘不熱門耶 對啊 沒人要問她 妳要有一顆感恩的心 我讓妳 對啊 真的 可以多問嘛 對啊 就是妳在工作上 可能會遇到很多條件很好的 模特兒或者是藝人 那請問這樣 如果妳有女朋友的時候 妳如何抵抗這些誘惑 其實會看在內心 是看女孩子的內心 只要我有女朋友 那女孩子的內心一定是美好的 對 謝謝 來 婷婷 妳有什麼疑問要問的嗎 甜蜜 我問小鐘 小鐘 小鐘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妳不要一下急著整片都要抓住 妳起碼先抓到一個 我想問就是 如果說妳女朋友生日快到了 然後她要求妳幫她過一個 很難忘很浪漫的生日 那妳會用什麼 就是妳會怎麼幫她籌備這個生日這樣 我覺得第一個基本上 就一定要給她驚喜 有驚喜才有生日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會帶她到那個國外 國外 對 類似那種 馬爾蒂夫那種地方 然後 露駕的感覺 對 送上最高級的那個 Hermes的包 不穿 真的假的 聽起來就假的 如果我真的很喜歡這種女兒的話 我可能會這樣做 所以你是這樣幫我 沒有 好 各位 這個時候就很重要 妳怎麼樣面對新女朋友 關於妳的前女友的事 妳敢承認嗎 我就幫她在錢櫃過過生日而已 怎麼樣過 你送她什麼 但是沒有 那KTV裡面那MV有沒有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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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她什麼… 我送她什麼 相機吧 她送人家送最多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很討厭女孩子 我跟你講 有的女孩子很奇怪 就很喜歡跟人家比較說 人家男朋友送她什麼… 我覺得這種女孩子不可取 來…小關 妳想問哪一位 問小鐘 來… 來囉… 謝謝… 對 就是如果妳有女朋友的話 妳會公開妳的戀情嗎 就是偷偷結婚了 然後離婚才被人家抓到 OK… 也沒有人抓花粉他們自己講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常常會說 藝人跟藝人之間交往是很累的 而且是見光死 所以如果我的對另外一半是藝人的話 我必須講老實話 我會隱藏 我的做法會跟政政機一樣 因為保護她 對… 如果是素人的話呢 素人的話我覺得OK 因為素人的話 比較沒有那種新聞點 所以 我今天才會來就是我的目的 其實我想要教素人 其實藝人的感情世界 公開等於分開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誰願意活在顯微鏡下呢 當然 你走在路上 我會說 小鐘的女生 我聽好嚇人 你什麼 你都沒有嚇人 你都沒有嚇人 之類的 是不是 我最後可不可以問 對面的五個女孩子 最後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們的 看到大家笑成這樣 小鐘到底問了什麼問題 第1 2 那我最後可不可以問 對面的五個女孩子 最後一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 妳是這樣子有嗎 沒有 沒有 要結婚了 要結婚了 沒有 個別回答 因為我覺得 我剛剛就在想說 你在美國要登下很累 是不是就是因為女方的爸爸 妳不要那麼激動 因為兩個人相處 其實是兩個家族在相處